焦点179 主动免疫与被动免疫 牛豆疫苗 英国医生金娜·詹娜注意到挤牛奶的女工在感染牛豆后 不会感染天花 179、96年金娜进行牛豆接种实验 以牛豆患者的农疫 接种于8岁南海菲利普的手背 8日后菲利普出现类似牛豆的农炮 在经两天轻微发烧后 在接种天花时 却无感染天花的症状 这是免疫接种的首度成功案例 透过接种牛豆的功效 世界卫生组织于1979年12月9日正式宣布 天花为人类 击败的疾病 此后即无感染天花的病例 1980年后出生的 即因此无需接种牛豆 天花疫苗 目前公众已无需接种牛豆或天花疫苗 但天花疫苗仍继续生产 用以对抗生物恐怖主义 或生物战或预防喉豆 喉豆 2022年5月6日英国出现首周喉豆个案 已扩散到70个国家 超过16000人确诊 喉豆病毒来自 西非奈及利亚 喉豆病毒与天花病毒同属 同属于 正 病毒病毒署 因此以牛豆病毒作成的 天花疫苗 用于 预防喉豆的有效率为 85% 市 市卫秘书长 唐德赛 于 2022年7月23日宣布 将喉豆疫情列为国际公共卫生紧急事件 虽然喉豆病例集中在与同性有过性行为的男性 但美国荷兰等国家相继出现儿童确诊 专家警告 喉豆感染不限于性行为 而且儿童 长者 怀孕妇女要特别小心 主动免疫 人体 若接触抗原 使自身免疫系统发挥作用 而获得 抵抗该抗原的专一性免疫力称为主动免疫 例如 接种疫苗 或是曾经被病原体感染 皆会因接触抗原而产生专一性的抗体或T细胞 形成主动免疫 由于主动免疫具有记忆性 若以病原体抗原做成疫苗 人体在注射疫苗后 可引发体内产生记忆细胞 可引发体内产生记忆细胞 当病原体再次入侵人体时 则可迅速产生更强而且更持久的体育免疫 与细胞免疫反应 所以疫苗用于预防特定病原体治病 被动免疫 若接受另一个体的抗体而获得免疫力 则称为被动免疫 例如遭受毒蛇咬伤后 透过注射含抗体的免疫血清 借由免疫血清中的抗体清除体内的蛇毒 母乳中的抗体可附着于婴儿肠道的上皮细胞 防止病原体的入侵 被动免疫并非自体细胞所产生的免疫力 也不会产生记忆细胞 因此被动免疫的免疫效果较短暂 而且无记忆性